沒有關係,你按照哪一個沒關係 如果已經先進去了,你可以關掉,再重新打開就好了 它會停留在這個啟動畫面這裡 所以打開這個惠生會以後 一開始就會先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它總共裡面有三個程式 新版本的也是類似,也是類似會有三個選擇 只是畫面不一樣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會成為你的主要的程序 這主要的程序 這個我從這邊講 我們等一下要先看影片快點精靈 看大家快點精靈,顧名思義就要夠快 不夠快怎麼叫快點精靈? 等一下我們就要用它試看看 第二個呢,第三個還有一個叫DV to DVD 什麼叫DV to DVD? 就是說我們如果說你用的是DV的攝影機的話 你錄下來之後 因為你要把它變成DVD 所以還要經過一個撇取 還要塞入的動作才可以變成那樣子 所以這裡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就是 它直接把你的秀映機裡面的檔案 直接摳過來之後 就幫你直接塞入成光碟片 但是這個各位用到機會應該是不多 因為畢竟你不是用DV 用數位相比沒有人會理你的 數位相比沒有人會理你的 數位相比我們就用上面這兩種方法來做就好了 這樣清楚了 大家要了解這個之後 變這麼漂亮 你在看下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比例的問題 大概在12以前 我們常常的螢幕 是對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是4比3的 其實那個 我們剛剛講到 iPad的 它2048乘1536 那個也是4比3的 也是4比3的 也是4比3的比例 好 那所以呢 從23以後 就新版本以後 它通常都是預設的16比9 因為現在畢竟16比9 螢幕比較多 所以現在開始會就是這個 會以這個為主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到第二個 快點金銘 快點金銘它的這個頁面 是比較簡單的 你能夠做的事情 當然相對比較小一點 不過 它就是為了方便你 比如說你沒有太多時間了 我可以很快的幫你把它做好 還記不記得我們上一段用雲端的 雲端的也不錯 你看蠻多版本可以選的 所以你先來看看 好 那如果你要不要自信 你就告訴他 賣個罐 賣個卡 好 那你首先來看左手邊 左手邊它有分辨幾種 你素材進來的方法 好 素材進來的方法 第一個是它做擷取的 擷取的呢 包括什麼 包括你的TV進來的 到底是哪一種 我們那種網路攝影機啊 各位有沒有 有的同學 你可能在家裡面用的網路攝影機 玩笑的啊 視訊對話啊 那個畫面它也可以加進來 好 加進來 所以這個擷取也可以這樣用 甚至它還有地方可以擷取的 你自己家裡面有沒有用過 用電腦看電視 用電腦看電視啊 所以 你看我們YouTube 地上不是有很多 都是把電視的畫面錄下來 他們用什麼方式 用 就是用電腦在看嗎 所以你如果用匯政務 也可以把你的那個電視節目錄下來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也是透過擷取 也是透過擷取 那 所以 然後呢 這裡 你要注意一下就是 如果你有 影片檔案 你要透過插入視訊 如果有詞片 要透過插入影像 你不能說我從 視訊這邊 我要去找影像的檔案 很抱歉 現在都找不到 所以剛開始 你要待會留意一下 是詞片的 你就從這邊進來 是 影片的就從這邊進來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來源 是來自哪裡 世衛媒體 也就來自光潔片的 你們有沒有去過亞裔影音 或百事打去借過片子 應該是做多少少有嗎 沒有 你只要資格看影片就好了 不用出錢 好 那 問題是 你現在最後的 這些影片 或者網路上看到影片 請問他可不可以 卡貝分 先留下來 現在沒有時間 因為他規定三天要看完有沒有 芯片 所以就看不完 我就先卡豆一陣起來 等待有我看的時候 我就要看 可以卡豆呢 不行各位 所以怎麼辦 如果你有需要局部的內容 重調一下是局部的內容 就這樣子把它照進來就好了 全部的我比較快的方法 好 但是局部的內容 比如說我是觀察片上的 好就是影片上的 我可以這樣就 看你要哪一段 他裡面就可以讓你快檔去選 好 像你選那個錄影帶一樣 就是你可以快檔去選 然後選哪一段 掛進他之後他就加進去買 這樣可以嗎 好 不要用整片的 我沒有交整片的 我交局部的而已 好 OK 再來就是 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 你有手機拍的 手機拍的是什麼個事 哪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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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啊 3G 對 3GP 所以手機的格式 副檔名是什麼什麼 點3GP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進來 這樣了解吧 好 所以我們 過去拿到這些 那他呢 你從這邊 四材庫裡面有一些 它是他送給你的 有沒有 四材庫裡面有一些 他送給你的 視訊的 還是影像的 這些照片的 然後呢 你也有那個視訊的 這些 你點一下 都可以看大花 可以多看看 這是他給你的 內建的圖庫 內建的圖庫 有沒有 這個錢是櫻花 嗯 所以這個 你都可以拿來用 好 好 這樣 要不要解 我先把他那還給你 好 你先拼待我們 快點精靈 看一下 等下我們丟起來玩看看 現在就來試看看 你看 我先用照片的好了 照片的比較快 你可以先用照片試看看 那等到你有影片的時候呢 你再把影片加進 好 那你看我們之前的 練習舞檔好了 這裡面就有一堆 好 裡面有用 那也可以找我電腦裡面的 看一下我的 好 在這裡 好 比如說我找這個分家的好了 好 來 丟進來 丟進來 今天他 假的這樣有卡到底 如果你不想要合併申報 夫妻合併申報 請問 對 對 你要 你看我都有在聽 好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現在照片進來了 照片的話 如果你要調整順序 你就用拖曳的方式 有沒有看到一個黃黃的 有沒有 好 就可以改變他的 就是順序 那當然 如果外面有紅拍 直拍的 你可以從這邊來調整一下 這樣了解了 這個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那 你如果這樣進來了 你希望前面還有一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 好 素材戶打開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找那個影像的 既然這是婚紗 我們就要找看看有沒有 比較適合婚紗的照片 比如說像這個 有沒有 像這個玫瑰的啦 還是像下面 我記得 這個也 好 這個都還蠻適合 當前面的標題的 你就可以把 這個把它丟下來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這樣拉 可以這樣拉下來 可以這樣拉下來 所以這樣的話 就OK了 既然我們要做的是影片的話 各位 好像 有一個地方 我要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是他們 時間的格式 因為影片就會增加動畫 動畫就有時間 來 請問這是怎麼計算 單位是什麼 這個是幾個小時 沒有問題 秒 那後面為什麼還有一個單位 還有一個單位 有一個 有一個 好鳥 滴滴 滴滴 還有人 無意 無意 那這個就直接在這裡 各位 這個跟我們的 不是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哈哈 這跟我們的規格有關係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個禮拜有提過 我們台灣用的是美規 然後我們對外 大陸跟我們用的是不同的規格 他們用歐規 那這裡面就要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不同的規格他們呢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鳥對不對 好 那請問大家有沒有去看過 進行 進行全世界統一的 一秒鐘下二十四格 就是一秒鐘 你們有沒有看過以前那個底片 傳達那個底片 一格一格的對不對 以前不知道國小還是國中 有一種實驗叫做跑馬燈 有嗎 跑馬燈 跑馬燈的話就是什麼 不是外面那個LED那種跑馬燈嗎 我怕你誤會了 是 我們傳統的那個卡通 就是一張一張畫好之後 然後呢 你老死了吧 對對對 然後就飄起來 然後就轉轉轉轉 然後它就一直跑一直跑 那你看雅星哥像段話一樣 那叫跑馬燈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們 底片就是這樣一格一格的 所以說 你 像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一秒鐘加播二十四格 那 各位平常在網路上 不是有常常看到搜尋的段話嗎 有沒有 搜尋的段話 搜尋也是一樣 它也是一樣 搜尋的段話 所以它會有一個 這個 我們稱為 F PS 什麼叫FPS FPS 這樣 十二 隱格 隱格 隱格叫做十二 Per second 每秒鐘 也就是說我每秒鐘要播多打章隱格 我們電影是二十四格 我們電影是二十四格 那麼你在網路上的像FPS 比較早期的FPS 是一秒鐘播十二格 為什麼 其實網路上沒那麼快 網路的速度沒那麼快 那現在慢慢比較快 新的規矩都是播二十四格 一秒鐘要播二十四格 那我們在電視的規格上面 我們用的是美規 所以我們一秒鐘要播二十五點九七格 或者三十格 所以你後面這個呢 我們因為用美規 所以後面就是 到了二十九以後 就怎麼樣 三十就進一位 這樣你了解嗎 好 那我們趕快休息一下